接下來看岳一家條例修法的正義 繼續營燒 國民黨立委任維州 點名民進黨立委副寺委 在來有十八立委 就是當初提案 連署要求邦臨岳一家條例的人 立法院的民進黨團 事件鄭水雄是表示說 正義成的法案 需要條約合作 也強調民進黨團也願望 跟岳一家的修法 拜日臨時會議庭 不怕多久 岳一家條例修法正義 繼續營燒 國民黨立委任維州 國民黨台北市議員職下信 提出立法院議案關係本書 說立法院提案 方法立法院去 外約家庭 修法提案立委 包括民進黨 副議員 副議員 劉天林 副議員 林書寧是另外五十四名 立法院立委 如果立法是不能進外議 簡單是說 他如果已經服刑完畢了 而且他受的那個 原來的那一個罪 是六個月以下徒刑的 那這樣就可以進外議間 理犯也可以進外議間 希望我們下個禮拜 可以請求我們院長來召集 朝野協商 那在這一次的整個臨時會裡面呢 至少在台美貿易協定 然後在整個 姓平三法 還有這一次的外議間條例 能夠把它放進去 正式向中條 將議性法案 要條約合作 不可以獲勝 姚建議長 南建人標是 姚建議今年 當中外議間條例 修正法案三高 令法院升級 主要目的就是希望 合理條件 外議間 臨散 既然有 黨罪 還是得定罪名的人 都不可以參加 昨天我跟總統商量之後呢 我們覺得可以在下週的臨時會當中呢 來做更密集的深入的這個討論 南建人標是 包括姓正義辦 都總有25個無限的法案版本 意見監督管理查又分析 希望在尊重立法院的這款資格 讓立法院來做相關的討論安排 也願望能夠兩者在到共識關心收穫 記者都拿不得